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界东成功连任的民建联葛佩帆 他的议员办事处收到一封含有白色粉末的信 他报警求助 警方调查之后说白色粉末是面粉 警方派出拆弹专家组 去到位于立法会大楼六楼葛佩帆的办事处调查 并且封锁现场 葛佩帆表示他的助理下午收到一封信 信封写上他的名字 打开就发现辱骂字句的字条 和有不明的白色粉末 即时报警求助 葛佩帆怀疑事件是与选举有关 强烈谴责有关行为 警方初步调查之后说相信粉末是面粉